永遠都想第一名 我買樂透的都想說中的是我 我自己比較期待的就是 被害者他被推出了 大家也看到我們真的做得到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你們看到了 我們會讓你們看到更多 我是平凝市真山隊防疫員 江小夢啊 聽過這個名字嗎 因為當時就決定要做一個連環殺人案 他跟隨機殺人也有不同 那你說美國的連環殺人案 你可能會覺得 好 我們理解我們接受這個想法 那你現在在講談論說 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又講一個抽離的世界 那我們要用什麼方式讓大家會 覺得好像發生在一個 離我很近的地方 電視結果確定是打殺人 先是勇士 再來是粉絲 雙手現在好像在舞蹈司有身分 我靠什麼我知道 你也靠什麼你知道 我有什麼好處 像大家如果看過就會知道被害者 他相對採用一種 比較冷調的推理 然後要帶給大家一種 壓迫感去推進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往熱鬧的方向去 這是一開始大家就已經 溝通過的一個調性了 那在更深層的命題呢 其實就很像是 每個人 好像都我想要說的事情 但是怎麼大家好像都聽不見 其實就講比較簡單一點就是 你會想要多關懷一下身邊的人 這件事情很單純就是 你會試著多理解 旁邊的人一些 你會不會在他們 覺得好像在跟你透露什麼的時候 願意伸出一個援手 或者是一個問候 你做一個劇啊 然後劇看完 人家願意這麼做 你已經很好棒棒了 已經太厲害了 在做用酒的時候 我也是同樣的想法 我說用酒那到底為什麼拍用酒 用酒我想要帶給大家什麼 我說如果你看完 你會打電話回老家 問一下你爺爺好不好 今天有沒有吃飯 我就夠了 如果能夠做一個劇做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心裡成就感性很高 你可以跟我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把我老公逼得去自殺 如果下一個被愛子出現的話 那就是我造成的 我以下一個是小夢呢 我覺得我們每次都在跟人家聊兩個 到底製片在幹嘛 因為爸爸媽媽一樣會問你 你在做什麼做製片 怕電影 你講導演我知道 你講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幹嘛 因為我們相對是隱性的 但團隊裡面不能沒有你 那跟打棒球也是一樣 大家都知道第四棒是強棒 大家都知道投手很重要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靈魂人物是捕手 可是你連他的臉都看不到 我們就用捕手啊 大家都需要這個人去 橫向指揮所有的人 我覺得我們還不是算是總教練 因為我們就在戰場上 雖然大家看不到我們 可是大家都知道我們會去發號施音 並且給予大家最準確的判斷 並且安定大家 這件事情是重要 但別人會發光發熱 這沒有問題 你看到攝影很精彩 美術很漂亮華麗 然後導演創作能量很豐沛 編劇的想法很特殊 原人的表演很出彩 貫穿大家的人 我覺得這個人就是製片 我畢業製作是當導演 當我導演之後就確定 我要不要當導演 因為我覺得大家有沒有認識自己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廣泛 但你們確定你們認識自己 你們了解自己的右缺點在哪裡嗎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年輕的時候我也不理解 但我發現要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你能夠判斷你的特質 進而你才去判斷別人的特質是什麼 不然你到底要怎麼選人 在判斷別人這件事情之前 先學會判斷自己啊 那我花了很多年去判斷自己 那判斷好之後 我知道我的一個缺點是什麼 我其實方方便願都有去想 我到底要做導演 還是我可以做攝影 人家覺得我長得蠻高壯的 我可不可以當燈光組 或者去做常務組 都思考過了 那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是 我偏理性 我橫向溝通很好 他們覺得很怪 我很喜歡拉預算 我覺得這是一種特殊的能力 我可以把這些創作的文字 變成預算上面的數字 因為在那個過程當中 當我做完預算 我已經完全的收入這個劇本 因為我不停的重翻 所以這個樂此不平 以跟剛入行比啊 我覺得現在分工 相對真的更仔細 但我們還在 我覺得還不到工業 我覺得現在是 我們慢慢的在 一次又一次 不管是台灣自己的案子 或者是 外來的案子 帶來給我們的合作 或衝擊 讓我們開始 有更多的資訊 跟理解 例如像說之前 上演派來 或陳某來 或者是 一些寫拍片來 讓很多台灣工作人員去參與 或大家現在也開始會去 到外地去接 各式各樣的工作 不同的養分回來之後 我覺得分工方式 跟十年前四五年前比 相對的已經不太一樣了 你們開始把它專業化 你必須要有人可以 深入這個 你被賦予的任務裡面去專研 你原本可能是 雜學 你一個人要做六件事 但我希望你分開 因為我希望你這件事做得很好 但回到工業化 我覺得還是 我們努力在繼續 強化自己說故事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永遠都是最關鍵的 我拜託你 我拜託你 告訴我